Hello,我是莉莉 Hello,我是莉莉 我們是阿里安杜莉 我們今天要來聊… 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聊… 日本人哪裡被討厭 最詬病的當然就是跟工作有關 還有人際關係 我們已經整理了七個 七大典 對 再來是第五個 第五個是… 親切成為優秀 但如果變熟了以後 我覺得也很好 然後對於一般的人就很冷淡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耶 但大家都會下意識覺得日本人好像很親切 沒有這回事 對啊,像比如說我去紐約 我就蠻容易就交到很多國外人 或是在那邊的台灣人 就真的是朋友 然後我的同志們還會說 哇,你真的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我想說 那是因為我沒有跟日本人交朋友 因為日本人真的是 你在國外五年十年 你沒有交到任何一個 當地的朋友 也沒有跟日本人交朋友 對,他們基本上 對,比較難熟 但是確實熟的話 會還算貼心 但其實我覺得 他們還是有一定比例 他是會願意幫助你的啦 但是 他那個幫助的範圍很局限 沒錯 所以他一定要確定說 他的能力範圍內的事情 他才會願意快速那一步 對對對 就不會說我們看到人家覺得好像很困擾 可能會先去問他說 你要不要幫助 對 他一定要覺得 這個人是日本人 他要去一個我知道的地方 你怎麼可能會在那麼短 因為他看起來很 有點老 好像 好吧,那我幫他 就是這樣 就是他看看他確定說 他可以幫到你 對,有一個Checklist 對 以前我們來旅行 而且日本他的那個電車 車站裡面不是都沒有電 沒有電 然後明明就是 這麼重這麼重 也絕對不會有人來幫你 有些人有遇到有幫他的人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感動 可是我覺得在國外好像蠻容易 對 看到有人幫你 只是他如果在歐洲會怕 所以會被怕被嚇 會不會要搶你 沒錯 對啊 好處就是在日本不會有人搶你 對,沒錯 但他不會幫你 對 其實握鬼非常非常常在東京 可能每天都一見吧 可是我覺得大家已經就是 麻痺了 對 他只是覺得 這有誰 搞亂了他們的行程 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們 在很多方來說的 同理心都 比較低一點 對 對 比如說 看到國外發生一些不好的新聞 他們好像也 也沒有真的覺得很悲貼迷人 喔,因為我很喜歡 他有一件很有名的歌 就是在唱這個 他就說 空難的新聞出來 然後那個主播一直在 又很慶幸的狀態說 裡面沒有日本人 然後他那首歌就在說 這個是對的嗎 你為什麼 不對啊 所以就是這種感覺 對,日本人 always care 只care日本人 日本人雖然很愛大谷翔平 他們只在意大谷翔平 有沒有超越誰的紀錄 因為他們就是獨善棋士 我們也都知道他打幾次 但我真的不知道道琪隊現在戰績怎樣 對啊 好 這孩子就很厲害了 啊,是很厲害嗎 第二天就是 學歷家人 也沒有聊天 對 因為我們也都是遇到 好大學諸生的啊 對啊 可是真的 六個人也沒有聊天 對啊 但我記得我第一次 受到震驚是 我們也會填脫一分數嘛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有一個同情 他就說 我都會400分 然後我想說 400 400 對啊,400 400喔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我們公司的平均成績耶 要怎麼考可以考到400 就是你從來沒有 很難耶 就是你從來沒有把英文念進去 你就隨便亂填應該也有600吧 對啊 但是真的是400啊 而且我覺得他們大部分人真的只能考到400 真的嗎 對啊,很糟 我覺得我還好 因為我遇到的應該都是他可能考得到600 但是他完全不會講 我錯意就是 通常都是滿分 然後只要我是說滿分 每個人就會覺得很震驚 然後我想說 可是 對台灣人來說這個真的是還好而已吧 因為別人就會問我說 你要怎麼學英文 可是我其實很少在學英文 因為我就是接觸很多英文啊 英文就是你聽了就會懂 跟子文一樣 你就多聽啊 然後就會懂啊 你新的文法大概只需要兩年左右 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一直用一直用 你就會了嘛 沒有想要用的話 或者是說他沒有想要理解一個 用英文寫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然後比如說今天大國好 沒有人去報美國人怎麼想 就基本上他就是完全的對於 外界沒有任何的興趣 而且他又不會去找一個 就是需要用到的工作啊 如果你非用不可 你就得去結束 或你得去想辦法嗎 但是他是會自動去逃避這個Failbook的狀態 所以一旦永遠都不會變好 沒錯 對啊 其實這真的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我覺得其他國家 歐洲人也是要 歐洲人英文超級無敵好 他們只要是在一個一定水準的大學 都是對達無流的啊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人 他其實真的是還可以學起來 然後他們聽力也都很好 可是受限於發音的問題 所以他可能也還是沒有辦法講得很流利 可是他們其實都聽得懂 問題就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人 他就是真的聽不懂 我後來覺得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都配音啊 他所有的美劇都配音 他有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我想要配音 聽音樂上都不習慣了 對啊 然後日本又是一個 他從小就是生活在這個國家就算了 他連接觸國外的電影 國外的就是連續劇的機會都非常的少 然後他就是一直看著他的國產的卡通啊 對啊 而且他們會配音是因為他們 他們不會看字母 對他們不會看字母 不會看字母也是一件 就我一開始聽到的時候非常正常的東西 就很正經 對啊 就是你一邊要理解劇情 然後你一邊還要看這邊 他們會容易對不上 那不管怎麼說 英文真的是一件他們很令人震驚的一件事情 最後一個就是 這其實錯了 他們根本就是 馬金美妮混水摸魚身 對 對 因為就是 加班加到 大報表 然後也不休假 對 但那個就是一個表面上的東西 他就是效率很低耶 對啊 而且是 到底在幹嘛啦 找他加班費 喔 對 真的有一些事 可是現在其實大部分都已經算是 他就迷那西了吧 就一邊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還是想要擺一個 擺一個他很忙的狀態 對對對 這一點都不忙 因為我在法國工作過一段時間 然後法國人真的就是 他們非常的準 很像工人 就是上班都沒有任何人講任何話 然後五點就走了 禮拜五會說 再見 然後禮拜五下午就走了 但是我們不是 他沒有任何休閒還幹嘛 他就是一直待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在看 NETTO NEWS 嗯 然後所有事情都慢 吞吞 然後一件事情他明明可以一個步驟 我只要知道這個跟這個 好中間我 我會跳 或說會變 我不會每件事情都一樣 他不是說他們就是一定要這樣做 哦 對他們很喜歡 你說這張紙就是 這張紙就是一定要這樣 那張紙就是一定要那樣 然後 還會說 好那我等一下決定跟大家發個email 嗯 你會來聽嗎 哈哈哈哈 就常常會在家裡 聽到一天在開會 我就覺得哇塞 我光是在旁邊聽 我就已經太遠了 就是沒有任何生產力 對然後 不會一個中間管理職 真的是很很可怕 就像你剛剛講他就一定要 一二三 而且根本就沒有人來聽他講話 而且沒有人 有那個時間陪他在那邊 一二三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說什麼 啊 那大家都沒有反應 那我陪他花個 十分鐘的時間來想一下企劃 然後一層就在那邊說 誰會十分鐘的時間 想得出來一個企劃 那個企劃就給我屁吧 然後他就說你還不如 趕快把這個會結束掉 大家各自去做企劃 就好一點 我想說哇塞 所以現在日本的大嫂 還是在幹這件事情 實在太可怕了 其實這有一個非常重點的問題 就是日本人的上司 有夠無能的 對 對 而且我想說 那是全世界最令人眨眼的無能 這麼無能的人把他當作上司 因為看起來老基妹 而且你知道他們還是 後來發現這些人還是不行 所以也沒把他伸上去啊 真正有能力的人還是會爬到上面 他們是有真正有能力的人 對然後中間就是群飛 我想還沒辦法飄過他 然後他們就會營造說 我好忙我要加好多班 我都沒有辦法休假 然後每次我每次都七早八早就走了 有一個比較困難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個新人 你就會發現 沒人請假的時候你要怎麼請假 對 你就要配合這些無謂的老人 對對對 然後還回不了家 而且你看其實就連我前男 他也都沒在請假欸 第一次請假真的很可怕 小時候請假就會開始 上面就會來個email 會打到我說 欸這個時候有人現在找你什麼什麼那種 很可怕的事情都會發生到 所以有一陣子都不敢請假 請假灌了之後就 比較OK 就會先想要 真的有為什麼自己沒有做 我們請假是還要網上報備的欸 就是我如果要出國 我們就要跟人次部講 還有跟上司講 喔真的喔 我們只要做上司講就好 然後我以前小時候我還會 我還會要貼一個紙條 在我的電腦上寫我什麼時候不在 然後我可能還要留一張卡給我的上司說 喔那我的電腦的密碼是什麼 然後我的哪邊你可以在哪裡看到 我還要做到這麼周到 好老派喔 但現在像我也像你朋友嗎 我覺得是因為媽媽裡有一些很貼餒的人 然後你就會照著他們家做 就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但現在已經沒了 接下來我們再分享自己 特別不喜歡日本的地方 我其實就有遇過跟我同事的一個作家 我真的是聽到那個例子超級不正經的 然後他是他們家其實OK 就是一個小康家庭嘛 然後爸爸是壽依 然後媽媽是家庭主 那個媽媽自己本身就是受到非常嚴重的 男尊女被教育小說 他自己覺得他低於他的丈夫 也低於他的兒子 可是他女兒就低於他 所以他們家就是照著這樣子的這個 的階級在活動 在活動 不濟